我们请林戴华委员 主席有请次长 好 次长 林委员长 次长 我先针对本日要修改的条文 我想跟你讨论一下 第一个先针对自来水法 第61条跟53条 61条跟61条之一 那这个自来水法53条 你们提到我们的卢嘉诚委员的版本 其实都是体名所苦 但是我觉得包括你们自来水公司 所提供的意见 我觉得也不明确 呼应委员的部分也不明确 那我这边提出的问题是说 你埋设水管或增加设备 是由水公司或直辖市政府施工 修正增加了支付藏心的内容 那你这个长金啊 你是怎么来订定 你是要比照现在你们 自来下水道法所规定的 这个下水道的长金的支付标准呢 还是你们这也没想到就如委员的版本 包括你们自来水公司的 就说你如果感觉这个自来水公司感觉 说要埋设这个自来水罐好 啊我让你长金啊结果等到问题 不好意思我你让那个 电影政府齁你自己设备 是这个意思呢 我看看这个条文自来水公司跟卢嘉诚版本 是你们回应委员的版本是这个意思哦 所以这个又有争议了啊 好所以你们怎么订定这个 我本期要讲就是你把 如果你的自来水公司也认同有长金 好长金的支付标准是什么 报告委员这个我是不是请那个水利署署长 好来署长您的看法怎么样 呃跟委员报告目前的长金呢 是看各地方政府他们定有标准 那刚刚您提到的像下水道法 就是目前新北市政府 他在买下水道工程的时候 他定了一个办法 那目前我们这个法条通过以后 因为自来水的部分目前没有相关的依据 有了这个法以后 新北市政府或者其他的地方政府 就可以在他们的自治条例里面 定相关的长金的规定 那这部分我们基本上尊重地方政府 我觉得最好你们中央政府定 因为中央政府有一个自来水 下水道法 他很明确的讲 有一个有关下水道的这个长金的支付标准 所以各先制政府就依照你这个下水道法 去定定 其实都统一了 不是只有新北市 连高雄市政府也是这样 就是依照你这个母法 我来定地方的这个支付标准 所以你这个 你们的自来水法没有啊 你们没有说好我这个只要呢 要埋私人土地 要支付藏金 你们母法也没有 你叫什么地方政府自己自己定啊 一国二十五次啊 我觉得这不对 而且如果依照下水道 我跟你算过 如果你按照下水道法的支付藏金 你的自来水这些民众是不满意的 好我给他算过是不满意的 啊你这个争议又给又交给地方 地方又没有办法解决 功成延宕 没有自来水喝的还是没有自来水喝 所以不如你们自己啊这个看怎么做 所以那个次长您觉得要怎么解决 你是不是觉得你应该自己要在母法当中呢 去定还是说你觉得中央要不要这么再透过法律 实在很繁琐 目前我们立法院现在目前没什么绩效 你看到报纸说我们今天没什么绩效 大家积案没绩效 还是你们作业办法全国统一 那依照你这个统一的办法各县市去定 您觉得要怎么解决 这个这种做法其实在相关的法令都有两难 就是一方面我们要尊重因地制宜 因为各地的这个很多成本 以及这个计算方式不太一样 所以由中央统一来定的话也会有困难 所以我想我想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请我们同仁来考量 是不是尊重实物的状况来决定 是不是由中央或由地方来定 那也有一种折中方法 就是由中央定一个参考基准 然后呢让地方来各自 根据他的自治条例来定 我想这个部分 对那好次长我觉得讲明 就是我认为台湾很小 我们比美国一个德州小很多 人家一个德州两千万以上的人口 我们那么小 我们也比上海市 中国上海市也小 所以呢小国有小国政法有它的弹性 所以请不要一国多治 那个叫做消叫空号内号 所以我请向您第二个建议 你就是看这个请是不是您您您这个请他定比照 不要用法的层次 但是就是也重要定一个标准 各县市比照这样就好了 我们定一个我们会考虑定一个参考基础 让各县市它还是有一个可以有一个它做最后的决定 但是他至少有一个比较可以参考的意思 是好这个只能就是你们一个基础是到哪里 长津地方政府你要加那就往上加嘛 好不好 自来水法五十三条 这个感谢您有提供这样的建议 那自来水法第六十一条 我们罗委员跟李委员的版本 我觉得真的利益良好 他会觉得说在这个 呃呃这个 在呃无自来水地区的部分 他考量到 离岛偏远地方及无自来水地区 但是本席就想到 什么叫做偏远地方 你这偏远地方的定义 我如果以我的选区 鸟松 陵园 大辽算不算偏远地方啊 好我来我高雄市 好高雄市区原来的高雄县的岡山镇 好现在高雄高岡山区 那他周边 永安弥陀算不算偏远地方啊 所以你在偏远地方的定义 我觉得你们要讲清楚 不过我觉得两个委员利益良好 所以你们要来呼应 你要讲得清楚 到底你的偏远地方是以 我里面的 这个领友长障手册的人数最多 还是呢低收户的人口最多 那个叫偏远地方哦 好你如果说以我领元市全高雄市 领低收户户跟身心障碍手册最高的哦 可是他靠海但是他没靠山啊 那你说他是不是偏远地方 他是不是弱势地方 所以这个你们要 要你们这个 修法要过之后你们要定清楚 好那另外就是说 呃我觉得李委员更是好 他就说中低收入户的部分 你应该要全额补助 但本息再加上一点 也就是说你要中央补助50%的时候 请你把这50%已经要剔除掉 中低收入户的这些户数 而且这些 当你啊就是说全额补助 但是你不能说 哦好啊我八分之五十 这是有报告 我已经保住你低收入户的哦 不可以有没有这部的哦 你说呃 市长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一定要剔除这一区 啊 已经有六成以上 其实为什么 我们要这一区人 所要要要 要签这个自来水 为什么六成很难达到 因为很多 很多低收 不是只有低收入 根本搅不起的 好那我们还是有个标准 低收入户 他们如果你愿意替他全额脚 他我相信这个六成就马上达到 而且你不可以啊 你应该要把你这个百分之五 剔除你这个补助 低收入户的金额 我不晓智长 你的意见看法如何 了解我的 的的想法了 我想等一下我们会来 就那个竹条的时候 我们会就参考您的看法 我们会来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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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这个六十一条之一啊 呃 我觉得也很好 哦 路委员提供的 那包括你们的自来水 一样的道理 你们支付长金呢 那是基本上的用意是什麼,支付藏金就是減少私有地主權益的受損嘛 減少他受損嘛,所以你的用,當你說好這個如果用戶啊 使用到這個他人土地的支付藏金,那你怎麼用 好,我舉個例子,你們是來誰啊,常常會有一些加壓設施啊 好,那你加壓設施,我是用戶喔,然後你們去協調私有土地喔 那主土地使用你也會有一些藏金啊 好,那你到底這個藏金的部分,這個私有土地願意讓你們做這些相關的水管埋設相關的設施的時候 你到底要,你認為要不要支付藏金,那你支付的藏金的標準又是如何,您的意見如何 可以等一下討論嗎? 時間過 時間過 等一下主條再討論好不好 好,但,好啦可以啦,我這個對於 我們原則上是參考市場行情啦,我想等一個細節說我們待會兒 好,那這個水利法八十三條齁 這個,我是很認同這個提案委員啦齁,都是這個以民眾的立場為出發 不過呢,如果說五年啦齁,這個好,沒關係,這個我我遵從招委的意思,等一下我們協商的時候我們再來討論 最後請主席給我三十秒,那個我們書長你請回,總經理請回,次長來 您剛通過,在您,我想在您上任之後啊,這個你通過006688場地租金減免方案 你要的就是落實你的這個工業區內的土地試駕化,我覺得很好,不錯,可是你知道你會衝擊到哪些人 你大概有十多,十多家我幫你查出來,大概十多家,會因為你這個政策 他本身00688政府,現在把他納入00688莊案,但是他是已經開發的工業區 你們為了把工業區內的土地還有剩餘土地做趕快的出售,趕快的出租 所以你把那些本身已開已經完成開發的工業區的零星土地,把它納入00688莊案 好了,現在你要土地試駕化的這個東西,對,這十多家廠商啊,天啊,是天價耶 所以這邊我諮詢有限啦,我這邊請你評估,針對這個你新政策的訂定,會受衝擊的這些廠商,你專案處理,我請你評估,好不好 提出順便報告,好,好,好 我私下再救教於你啦,我覺得你們這新的政策就是馬政府,總做這些威德不足的事情 一個政策利益很好,但是你就一定要納心齁,因為你的公共政策拿個公平正義的一個大帽子扣在人上 所以這些人平白無故你政策,招心立感我受損害了,然後你們有沒有相關的保護措施喔 好,謝謝以上